都是一樣的 重要的是它的過程 在這段當中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到底說了什麼樣的話 我們到底幫助多少人 讓我們走了之後 我們的故事 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來 我們幫助過的年 也用我們的精神再繼續比較發揮 其實這個就是人生最主要的第一話 所以今天與會的許多的人 包括我們許多的委員 顧問我們的前主委 包括黃偉澤立委 包括我們的區長和議長主任 其實不用這種心態 在服務整個社會 那這樣就會造就 一個溫暖的一個世界 那今天這個好事好事的一個活動 基本上我覺得是非常好 所以我剛剛留了一句話是說 50年來 成就了許多好事 種植了許多好事 我們大家 一起在加油 一起在加油 那剛剛我看到這個影片 其實我是非常的感動 為什麼感動 因為我在多年前 就要告訴許多的人 比如說 當你不知道怎麼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提供兩個方向 一個是 你定起來去監選 人可以幫助別人 那第一個是 你每天 減10個寶特兵 你就可以減少燈和熱的發生 就可以幫助人 那剛剛我們也看到整個影片上面 就這樣呈現 所以我是特別有感 那今天剛好 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報告一下 燈的熱的情形 那去年是兩萬兩千七百五十四病 那目前為止 新今年 到目前為止 剛生病例呢 是兩個 那兩個呢 都是去年的案 留下來的 就是說蚊子的卵呢 如果你沒有把它刷掉了之後 它會 至少 它不呼吸 不吃飯 不用水 它可以活一年到五年 那今年的這兩個例子呢 就是去年的當年 在今年遇到水之後 把它孵化出來 那所幸呢 我們也把它除淋掉 那所以今年呢 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歷史 我們希望說能夠 用這個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構 把這個經驗傳統下去 未來 我們保障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地方 我們還認識的所有的市民 讓它不會在去年 恩惡的一個 這麼嚴重的一個威脅 所以跟大家 做一個報告 那當然 整個事情還沒有終結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再努力 那今天真的是特別 感謝我們的書主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動 那我用一個 我非常欽佩的一個醫師 叫做史萊哲 我今天得到他的特別 醫療成就講 那史萊哲醫師 他在30歲的時候完成了 他的哲學博士 就神學博士 還有醫學博士之後 他想說要怎麼樣 去找一個地方 去完成他對這個世界上 他自己給自己的任務 所以他就跑到非洲一個非常弱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蘭巴勒 在這個地方呢 奉獻了50年 建立了許多的社會制度 建立了許多醫療的體系 幫助許多的非洲人 他在那個傳記裡面 談到兩件事情 我非常感動 雖然已經讀了十幾年 他說 每一個人呢 都應該在尋找他心目中的蘭巴勒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一個地方去奉獻 那第二個呢 一件偉大的事業 他一定是要靠熱心跟明星 跟大家的幫忙 才能夠獨立完成 所以我想每一個有愛心的人 都是一顆太陽 一顆太陽星 那因為我們有動力 所以這個動力呢 就會讓許多的行星 許多的衛星跟著我們跑 跟著我們一起動 那這個行星跟衛星呢 因為他動了之後 他在變成也是一個明星 他因為引發更多的行星 更多的衛星 變成靠在旁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愛的社會 愛的體系 我們相信家國中心 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 我們再給他鼓掌一下 再給他鼓掌一下 那我們也希望第二個五十年 讓在我中心的整個一個愛心的事業 能夠在過去的這麼好的基礎之下 能夠再度的發揮 讓大家更能夠感受到 台南是一個充滿愛 充滿溫暖的地方 感謝各位